大家好,在三佛大道和凯西娜大道交界处的这个免费冰箱 是由法拉圣居民曾贵林捐献的 他在去年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了 他的冰箱给我们的社区提供了食物和援助 相信他知道后可以安息 他们在这一天的城市里有没有人来这些 我认为一年快乐的尽量 我认为前面的尽量是一个人来说 我认为前面的尽量是一个人来说 我认为自己的尽量是一样的 我认为是一个人来说 我认为这家人来说 我是一个人来说 我认为这家人来说 我认为这家人来说 你好,你讲中文吗? 这个是教会补充的吗? 是教会,民传生成一起的 平时有普通人过来捐赠的 比较少是吧? 有时很少,但是我们会去那些pantry拿那些食物 我们会拿菜、水果、罐子 这些? 谢谢你啊 我可以拿一瓶吗? 水 谢谢你啊 教会兄弟姐妹捐的水和圣水一样 拿了这瓶水后,我的心情更好了 很安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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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,这个免费的 免费的呢? 好嘞好嘞 他只有几瓶 好嘞,一会儿回来拿 回来拿,回来拿就没了 没事,没了 生运气吧 真其自然 对对对 确实渴了 对对对 针小铁 大铁 深度 胡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